歡迎我們的大會主席 巨長鄧麗淳巨長 我們龍台最佳的主持人徐先生 還有在場所有的貴賓 還有今天我們表揚的模範的楷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很高興一年一度的朝陽節的活動 就是在今天辦理 那在這個會場 我們公所在這邊 在今年就辦了母親節 接下來我們歡度父親節 那現在秋天來了 那就是我們久久重陽節的日子 那在整個過程裡面 公所的想法跟做法 我們都希望很用心的把每一個活動辦好 讓我們參與活動的貴賓 能夠感受到龍台區公所 對每一件事情的認真跟投入 希望在場所有的貴賓 都能夠給我們一個肯定跟支持 那當然今天的活動的目的呢 是希望能夠傳承這個 我們久久重陽節的一個精神 我們地方上各位大哥大姐 各位前輩 你們對家庭對社會的付出跟貢獻 是值得大家肯定的 但是我要講一個比較實際的就是說 大家能夠把自己的家庭 跟自己的健康照顧好 那才是最實在的一件事情 因為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基礎呢 就在於個人 從個人衍生到家庭 那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前輩 你們都有你們優秀成功的一面 都值得家庭 值得社區 值得整個禮來學習 來效仿 那大家可以 大家應該要 時常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我個人覺得龍台這個地方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別 我們總共有三十個禮 那這三十個禮的禮長呢 就我的觀察 他的地方上 真的就是關懷的無為不至 就像大家的守護神一樣 這個在我們公所在處理這個 防災的整個過程裡面 看到禮長對這個地方的 所有的一草一木 一世一木的關懷 都讓我感動 那當然有關我們龍台的地方的議員 還有我們的立委 對龍台的關懷 真的也是不遑多讓 真的因為我 大家知道我 現在不住在龍台 但是在龍台工作快兩年了 對龍台的所有的事情 真的非常感動 我也在工作當中一直在學習 當然我也朝著我希望 我有一天能夠搬到龍台來居住 因為我們龍台呢 是最適合退休 最適合居住 最幸福的一個小鎮 這是經過一些雜誌的一個 票選的一個結果 所以呢 我以我在龍台工作為榮 我也希望在座所有的貴賓呢 你們也以身為龍台為榮 當然今天呢 我們的主題主角就是 所有的表演的楷模 對於這些楷模 你們的祝福的話 我就留給接下來的貴賓 來給大家祝福 那因為今天市長呢 他就是行程非常繁忙 本來安排有要來的 但是就會派 因為他要去高雄喔 有一個更重要的活動 那我們有個革命處長 李秘書長他也可以在 最後搭合照的時候趕過來 那我還是要代表市長呢 祝在場所有的貴賓 還有龍台的鄉親 還有我們接受表揚的楷模呢 永遠的健康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是的 非常感謝我們的大會主席 是我們的區長 非常感謝我們的區長呢 在我們的龍台 非常地用心 為我們 不管是社會也好 還有對我們龍台的建設 再一次的感謝我們的大會主席 我們的區長 謝謝您 好我來介紹一下 我們的永遠貴賓 也是我們的中正理理長 我們的陳錫理理長呢 今天還有一工房 所以特別的請我們的李幹事 是我們的陳委任李幹事 特別的來這邊 來代表我們的中正理理 謝謝您 好 接下來呢 我來有請我們的 不是我們的中正理理